大家好 这几天你们也知道 我常跟我们公司的美女们一起拍视频 我老婆吃俗了 我昨天就蹲桌椅板 你看我膝盖现在 看 膝盖都伤成这样了 我现在准备走了 待会上火车我就走了 你走 我要理 你走 让我抓一会儿行不行 对对 我们沙老师 里面 沙老师是什么 我像 我们沙老师好久没有上镜 粉丝们肯定特别想他 主要他工资特别忙 他们不会想我 现在你都用传织迷你 他们不会想我的 谁都不如你老婆 这几天他确实生气了 真是生气 我要走了 不是 我要回娘家 我坐货车回娘家 生气是真的 你该怎么办 昨天我看到这张照片 就是这个火车在古城里面照片 你看 古城里面居然有一个火车了现在 所以想着带老婆过来在这边约会一下 好长时间没有两个人约过回老 对 在这道个歉是吧 工作嘛 老婆 工作体谅一下 工作好 我也有工作 以后你也体谅我 这不一样 好 我进座下面我不说 剩下的回家再说 这是咖啡馆 一个咖啡 贝斯顿 这个位置在塞比勒 就是朝市旁边这个房子里面 就是艾特卡这边 我们先进去看一看 走 小粉丝 哈哈哈 她太可爱了 少吃点 欢迎来到贝斯顿咖啡 就是宝宝一进来就这样这么多啊 千万不要热女生生气 心疼吗 她一下子包袱性消费 你知道吗 还有 还有呢 他们家的这个是阿达纳烤肉啊 我不看菜单还说不出来有钱名 这个是水果披萨 这个我知道的 这个我没有吃过啊 这个以前还这么有吃过 这个叫杂类 我看一下啊 这个叫披萨 我吃过 你吃过吗 对呀 味道怎么样 好吃 这个叫羊肉披萨 这个叫金枪羽沙拉 就这个嘛 38嘛 嗯 这个还看起来特别好 特别健康的样子 还有一瓶我的这个饮料 还有老婆的咖啡 卡比奇诺 嗯 废话不多说了 先开始吃吧 感觉也没有好久了 没有吃这种西三类的东西啊 你最先要吃奶 这个 你转一个嘛 这个咋吃的 我们这个这么土的人不用倒 老公他已经切开了 你说尊重一下这个环境 稍微尊重一下这个环境活呢 这样 嗯 那个就算了 我先吃肉 我想吃肉 这个是这样吃的 我知道呢 我在电影上看过 我就想吃肉 你让我吃肉 我吃这个吧 你吃那个 我吃这个 这烤肉就这么吃的 你只有 但是我不喜欢吃什么 你要吃那种烤肉 你去别的烤肉店 北宫要去吃嘛 哇 看到了吗 我这个里面是满满的料 你不会吃 就是跟我们的湾子烤肉有点像 但是你加上这些东西啊 你加上这些料 就感觉一下子不一样了 这个味道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这个辣子是辣不辣 这个好吃的 吃阿达辣口味可以了 挺喜欢的这个 下一个吃哪一个 这个 我吃这一块 这一块大感觉 哦这种 红辣椒 红辣椒 羊肉 它好软呀 这好吃 我以为它很劲 下面很硬 没想到 特别软 这世界上我没吃过的东西太多了 这可以啊 尝一尝它们水果披萨 这个特别软 就它感觉刚做的 就是好多地方它宣称的面饼 我战斧牛排上来了 战斧牛排 让个位置 大捞来了 哈哈 这一辈子都没有吃过 战斧牛排 你们信不信 今天第一次 我们这一辈子 都没有两个人一起坐过火车 今天第一次 这个应该咋吃呢 这样吃吗 要 牛分属了吗 牛分属了吗 最后再来一点茶啦 好长时间没有坐过火车了吧也是 五六年了吧 有啊 当时我们坐火车天天吃泡面 就因为坐火车天天吃泡面 我后面就好几年没吃过泡面 就不喜欢看到那个东西就感受了 现在还好一点 有时候还偶尔想吃 我记得当时我去尼高班上学的时候 从卡车 我们从卡车坐火车 36个小时到乌鲁木齐 然后从乌鲁木齐 再坐72个小时到北京 你一种绿皮车 我们坐的当时坐的都是绿皮车 坐上火车慢慢都是会议啊 但是火车上的会议没有你 现在有了 嘿嘿嘿嘿嘿 我个人感觉啊 这三天 我也不知道被孙撒一宗 但是这三天要是叫什么 叫什么赫切号呀那种名字 就是比如说什么十六号 十六号 卡车十六特别有名了 哦哦哦 这种名字的话是不是更有意思 小小的一个便宜吧 吃好了吗 还在生气吗 吃完再说 这还要吃呢吗 吃饱了吧 看你表现 哎主要最近我也忙 你也忙了嘛 就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了嘛 不是啊 我也没能好好照顾你 主要是我白天在公司晚上在餐厅 我也知道你挺辛苦的 白天你也上班 晚上到店里面去帮忙 最近确实有点忙了 两个人都忙 是不是没有关心过我 最近确实忽略了一点 呵呵呵 我是爱你都 以后怎么办 以后常请你吃饭 还有呢 一天四个电话够不够 哈哈哈 你问我够不够 你觉得够不够 你觉得够了我也够了 行一百四也不想多是吧 你觉得一次够了就一次吧 你觉得不够还可以说 不好意思 不 古城里面多了一个打卡店 打卡店啊 这火车 火车刚好 从喀什到北京了 也是一个小小的远望 因为喀什到北京好像是没有 没有支搭的火车 挺好的 对 饭菜也可以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过来打个卡 红老婆开心 红老婆开心 就这样 这一段 好吃呢